如果汽车被盗 被偷了 被罪犯当成了犯罪的工具 或者出了车祸该怎么办 请看林大卫保险智库为您解析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 在美国每45秒钟会发生一次的车子窃盗案件 而且很可能罪犯会用来做抢劫 一些非法行为 当你我真的一旦发生这种自己汽车被盗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要赶快报警 将自己车子详细的咨询 完全与你本人是没有关系的 即使这个车祸造成了别人的伤亡 也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而保险公司也会有义务免费的提供律师 为你我来做辩护 除非是任何人经过你的准许借车 那么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你控诉产生了 至于自己的车如果遭到破坏或盗窃 这个车身的部分理赔是根据你当时买保险的保障来做根据 如果你当时买有买这个所谓的车身险 comprehensive这个部分 也就是全保 那么保险公司会按照市场车子的价值 你被偷了 它来做一个赔赏 但是如果这个车子呢 只有购买所谓的责任险 liability这种行星 没有车身险 那么你车子被盗了 或者找回来车子已经破烂不堪了 你还是没有办法拿到分文赔赏的 最近我们就有一位客人住在Rolland High的一个客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每一年经常都住在国外 因为汽车不需要 所以呢 他干脆呢 就买了一个车身险 索性买了一个车身险 而将所有的汽车保险根本就取消了 后来在2018年7月份的时候 家里面失火 汽车呢 当然遭到整个烧毁了 最后保险公司除了赔赏修理房子之外 还是提供了汽车的整个的理赔 而且那个车子还是蛮贵的 如果这位客人当初因为想减减那个汽车保险 他整个汽车保险取消了 那么家里面失火 保险公司虽然会理赔一些家里的财产修理方面 但是家里面的汽车 或者是recreation vehicle 摩托车 或者甚至这个所谓的船只 都不会理赔 因为这些保险呢 是一定要额外购买的 跟你的防护保险是毫无相关的